五月到八月是家庭日 什么是家庭日呢 因为父亲节母亲节都在 这几个月里面庆祝 所以各位姐妹 我特别在这几个月里面 谈分享关于婚姻家庭的事情 上个星期我已经开始了第一堂 讲完全的爱 那各位姐妹 你要相信在夫妻生活里面 我们不能靠着自己 不能靠着知识 不能靠着经验 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 因为你有限 第二就是你有罪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认识 什么是真爱 直到你愿意 幸福这圣经 领受上帝 在婚姻里面建立的真爱的真理 你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改变 这个家庭 那各位姐妹 这几个星期来 我都会开始在一起分享 关于爱的事情 家庭婚姻之爱的事情 打开圣经 更多前书 第三章第八节 如果没有圣经 你看荧幕 他们看圣经的时候 讲一个笑话 有一天 阿当笑娃 你知道阿当笑娃 知道吗 人类的第一对夫妇 第一对男儿 走在沙当的旁边 在散步 然后笑娃突然间抱着亚当行情 卖卖的 问他一个问题 亚当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你心中唯异的女儿 阿当牵着 夏娃 看着他这样子 对他说 那当然呢 我都没有去他选择了 哈哈哈哈 对 夏娃是理想 对 亚当是现实 来 打开圣经 更多前书 第十三章三十八节 圣经这里说 我若将所有的 终极 调极 从人 又舍己身 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以我无益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资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清理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故意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害不妄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 只惜 先知讲道 只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 只能终必停止 知识 也终必归于无有 只有爱是永不 只惜丢老杠 今天早上你的仆人带你的子民来到你面前 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求告你的生命 我把这里所有的家庭 所有的夫妻 其实还没有结婚 就你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求求你 让你们学习怎么样付出 真的爱 完全的爱 让明白你的真理 好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婚姻关系 被释放 享受在主你的真爱里面 谢谢你 求你祷告 把段时间完全的交托 求求你 祝福我们 我们耶稣基督得是能求 阿们 上个星期我说 爱是很久忍耐 又很慈 爱是不嫉妒 我告诉你 爱是一种的夫处 不是战友 对吗 爱是一种的 付出 你准备爱对方的时候 你就准备付出 而不是一种的战友 在这段圣经里面 就是圣端圣经里面 我唯一讲到 爱的实体行动 叫做爱的真理 所以当你谈爱的时候 不能离开段经文 因为段经文 能实际的让你看到 什么是完全的爱 上个星期我们就提到了 忍耐 恩慈和妒忌 这个星期我们来 爱是不自夸 大家说不自夸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 第一我们来看什么是不自夸 自夸呢 在英文里面叫 Sound Displaced 希腊文很可爱 我们一起来念希腊文 啵啵鱼 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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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啵啵鱼 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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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夸 要表演自己 要表演自己 要说自己好了 所以你要讲 一个人大小时的时候 你就说啵啵鱼 嗡鱼 啵鱼 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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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自夸的意思 对吗 你看 这个自夸的意思 喜欢把自己放得很高 告诉对方自己很大 夸大自己 表现自己 对吗 对吗 对着我们的配偶 对着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丈夫 如果常常表现自己 常常哗哗 要展现自己 来贬低对方 这个叫自夸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圣经 当上帝设立地队温宴的时候 他的命里面叫什么 叫一地队的亚当笑话 直到我们现在给一个真理 叫什么 当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叫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意思是在告诉我们 两人成为一人 两人结合起来成为一体 没有再分别了的 没有再计较了的 没有谁没有低高低 没有了的 二人成为一体 意思说你不能说你自己 所做的事多一点 或者你自己他少一点 或者说自己比较厉害 自己夸耀自己 没有了的 那弟兄姐妹 在婚姻生活里面 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做 就是大家说 彼此分享 彼此分享 那婚姻怎么会出问题 大家吵架会有什么 都是为了觉得自己比较多 觉得自己付出比较大 所以做丈夫的 常常说我外公赚钱多辛苦 你知道吗 你做什么在家里面 你在家里面 你知道我要面对人家的脸色 我要面对他 回来看你的脸色 你做什么 妻子就告诉他们 你做什么 你在外面喝咖啡 谈笑风声 是吗 这里走哪里走 这里坐哪里坐 这里嘻嘻哈 那里嘻嘻哈 我在家里面多辛苦 你看我要看儿子的脸色 我要洗真家的衣服 做了好好的东西 你竟然没有体谅我 回来 你给我脸色看 那他也觉得要做多 他也觉得要做多 大家都认为自己多 自己大 有自夸 通常我一定就在这里 那对我姐妹 夫妻生我如果可以到一点 按着圣经的教导 付出完全的爱 没有计较 总之我做多少 我都是为了付出 做多少都是给 做多少都是为了舍住自己 做多少 我总是觉得我做不够给我的家 所以这种的心态 各位姐妹 你想想看 如果男的做多少都是为了这个家 而且觉得自己不够 常常看到对方做的多 自己做的少 那转换心态来过生活的时候 不一样了 这个叫完全的爱 即使真爱 圣经教导的完全的爱 只在于分享 不会计较 很多时候夫妻生我 就是因为那些生活上的典力 燃起那个吵架的国法 各位姐妹 想想看 如果一个你的丈夫 常常说他做了很多 你做的很少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再加上你的太太如果 常常说他做了很多 他觉得你在外面做的很少 那么感觉怎么样子 有一对夫妇吵架 你又说 你看外面那辆车是我用我的钱买的 你做的沙发也是用我的钱买的 这间屋子用我的钱买的 你看到弟弟也是用我的钱买的 那丈夫拔起来的时候就说 是啊 你没有钱买的 你可以买到我 计较 计较 所以圣经的教导很清楚 二人成为一体 不再是一个人 你所做的 只有一个人做 他所做的 只有一个人做 没有得讲的 没有知道 那种甘心的 完全的 完全的 服从 完全的分享 愿意分享一切 而且常常觉得 对方夸自己 夸对方 而 觉得自己做少 这种的爱 就你会让对方 接受到 感觉到 那种爱 浪漫 关怀 体贴 阿们 想想看夫妻生活 如果男的总是觉得说 自己做不够 总是体谅 太太做了这么多 做太太的 总是体谅 丈夫做了这么多 自己不够 哪里会离婚 哪里会吵架的事情呢 常常回来 老公你累吗 他自己做什么东西 从来不讲的 总是老公你累吗 老公回到家 老公你累吗 从来不把自己的 整个外面的 那个问题 带到家里 不觉得自己最累 而是老公老婆最累 这种感觉多么好 这种感觉是多么甜蜜 这种感觉是多么体贴 这种感觉 就产生了真正完全的爱 就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爱 对吗 想想看 如果在婚宴里面有这种感觉 是多么甜蜜的事情 阿们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真言二十七章 第一至二节 这里说 不要为明天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知道 要别人夸奖你 要让别人夸奖你 要让别人夸奖你 不要自己自夸 不要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称 那就在圣经的教导就一样 这是智慧 智慧书人 他教导人不要为明天自夸 很多丈夫 可能是很多妻子 都觉得说 我根本不需要你 整个家只需要我 因为有我才有这个家 有我的付出 这个家才好 所以这个人越来越自夸 反而带出很多的伤害 给他家庭 那兄姐妹 听啊 当你说你为明天自夸 你真的能够掌握你明天 圣经告诉我们说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 我看过一个家庭 他老他年轻的时候 很嚣张 有钱有事 外面搞女人 不好好对待自己的儿女 打老婆 贬异老婆 到最后生意失败 重生 没有儿女啊 来看他 每一个儿女都恨他 到最后只有他最看不起 欺负最多的那个老婆 不大中生 这是他想不到的 他说 兄姐妹 我们 我们常常觉得最重要的那个 反而到最后不是最重要的 觉得最不重要的那一个 反而到最后 就是最重要的 很多男人啊 看小家庭 觉得说 事业最重 金钱最重 灵力最重 那 兄姐妹 我告诉你 如果你失去了家庭 你等于什么都没有用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 家和万事性 Amen 也是圣经的话 告诉我们说 家如果是和的话 上帝去赐福 如果家不和 那个福来到你的家也跑掉 这是真的 所以兄姐妹 特别是弟兄 我们跑得太前面的时候 我告诉你 要回到你的家 能够陪你到老的 是你的家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教会 教会重要 还是家庭重要 家庭重要 保罗讲的经话很有道理 他说 一个人如果不能顾自己的家 也能顾教会 他意思在告诉你 先回去顾你的家 顾好会才来教会 如果你的家顾不好 你根本不可能顾到教会 你没有这个见证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没有多余的心情 来顾教会 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 家比任何一些东西都重要 所以一个人 如果我告诉一个家庭 家 我们在家 可以吃饱了 吃饱了 吃饱了 平平安安 大家开心 享受家庭生活 好过你一团存很多的数目啊 你的家一塌无土 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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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姐妹 想想看 什么最重要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家如果要建立起来 是要分享 分享 没有鼻子 不可以计较 因为当你结合起来的时候 你就准备 附上最大的 分享最美最好的 对方 不要请对方回报 想想看 如果这种的婚宴在你的生活上 一个人的回到家 就只想到太太的需要 你的看太到回来 只想到丈夫的需要 大家都愿意做出最大的付出 最大的分享 你看你的家多美 阿们 我们一起来学习 第二我们来看 圣经说爱是什么 大家说张广 张张广 张张广的原来的意思 原文的那个字体也很可爱 我们来读啊 张广的意思就是 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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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广 和刚才的自夸有一点相似 它是不同意思 这个张广的意思呢 是 垂涨 好不好 自夸 骄傲自大 习高气扬 高大 高傲自大 意思 Be proud to bear oneself lof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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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呢 是什么呢 是一种的 从里面发出来那种高傲的性格 叫做张广 夫修 用几杯 对 常常 家庭为什么出问题 因为大男主义 大女人主义 五十年 六十年代之前的时候呢 女人呢都是盖蒙着脸 在家里面不能出头的 是吗 通常呢都是给男人压住 欺负的 其实那一天不一样了 女性抬头 对吗 女性主义抬头 一直在高喊男女平等 对吗 到现在 女的也平等 男的也平等 大家都争取这个权利 做头 谁做头的权利 对吗 其实圣经里面 教导管理婚宴那时候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谁是头 男人 但是这个头啊 不容易做 好好听啊 保罗在 在教导婚姻关系的时候 他把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来比喻婚姻关系 他说男人是女人的 什么 头 所以女人要完全的顺服 丈夫 这个完全顺服的丈夫的意思 就好像基督完全 所以好像教会完全顺服基督那样 没有的讲的 是完全的顺服 你感觉喜欢不喜欢 要不要 对不要 你对不对 你都要顺服 你能听的 他能听的好开心 是吗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要注意保罗讲的那句话 他说男人是女人的头 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 一样 基督为教会 是教会的头 神字 为教会 舍 命 那他意思是告诉我们 这个做头的人 做丈夫的人 已经准备了 准备什么呢 那当你成为头的时候 你要为你的妻子 舍掉你的生命 意思叫你为你的妻子 甚至可以去死啊 明白吗 为你的妻子 可以丢了你的命 那想想看 这个做头的付出更多呢 还是做妻子的付出更多 做头呢 所以 在圣经的原则里面 谁要做头 谁先死 谁做头 就是谁先付出 付出最多那个 牺牲最多那个 就是真正的头 所以你看 耶稣要上十字架的那一天 在念福音 记得吗 最后晚餐 他做了什么 他拿下自己的妖精 剩了一盆的水 为二个门徒洗脚 一个一个洗 他是老师 学生应该为他洗脚 他将你第一他的身份 为他每一个门徒洗脚 然后教导他一个功课 你看我 我是你们的老师 拉比 我愿意为你们洗脚 所以当你们成为头的时候 成为领袖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 头不是叫你压制 头不是叫你占有 头不是叫你欺负 头是叫你舍命服侍 但是 弟兄姐妹 你看 当你愿意做头的时候 耶稣的教导圣经的颜色 就告诉我们这个做头的先 舍命 牺牺牲最多的那个 服侍最多的那个 降低自己 最低的那个 就是做头 回来 当我们称为 丈夫要做妻子的头 这个头 和耶稣所说的 叫人头 这个头 一样的头来的 意思是告诉你呢 当你成为妻子的头的时候呢 你就把生命给她 为她付出你的生命 这个是不一样的 看 想想看 如果一个做丈夫的 带领这个家 她甚至愿意把命给她的妻子 她哪里会 把一个不好的东西给她的妻子 再加上她的妻子 如果愿意完全的顺服她的丈夫 不要求回报 不不讲感觉的 完全的 来顺服她丈夫 那这种的关系 弟兄姐妹 哪里会离婚 哪里会想骂 弟兄姐妹 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 你注意到一点 就是上帝所说的完全的爱 完全的爱 是舍命的爱 是降逼的爱 而不是张黄的爱 通常在家庭里面 特别是男人 现在不一定是男人 就有大男人主义的心态 觉得我最高 全是我赚来的 家是我买的 是吗 外面只有我早吃 我一个人倒下来的路 不早吃 今天不做工 你们整家里没有办事 不敢这样子想 但是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 真正的爱 不是这样子 圣经里面所说的爱 是 降与 完全付出 服侍的爱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家里面 不是以我的身份 来压制 而是以我的身份来服侍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做头的 是不是应该以他的身份 就是做服侍的 而不是做战友 而不是做匣子 而是完全的舍命的服侍 这叫真的领袖 所以弟兄啊 姐妹啊 怎样建一个家 其实当你结婚那一天 你记得你许的宴吗 无论贫穷 无论贫穷 是吗 无论你的三维 已经变成油桶了 无论你的肚囊 已经高到 看不见你的脸了 我都爱你 都不离开你 是死了 也不离开你 对吗 已经死了了 意思说这个人 无论以后怎么样 你都完全的来爱他 神又讲了 你选了吗 对吗 所以你选做人家长夫的时候 你就准备了服侍 你选做人家妻子的时候 你要准备了完全的束缚 当这种的关系 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做夫妻就不会产生了 自夸的事情 就会产生了 你不会觉得自己 是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 一件很伟大到人家 要看你的脸色的事情 其实你在做一件事 是你应该做的 你本来应该做的 本来应该付出的 反而 就之前的我们所说 付出的不够那种 还愿意做更多 给对方 我告诉你 这个爱好浪漫 你的家要改变 你夫妻的关系 到老 也充满着幸福 美满 烂满 阿们 他们看到经文 雅各书第四章 诗节 这里说 先进你们 敬你 划苦 凡这样 划苦的都是恶 这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对着我们 另外一半 划出划苦的话 其实你在犯罪了 是恶了 上帝就回色地带 他说 你觉得你自己很行 用你的这个身份 用你的那个 那个 权力 来压制对方的时候 你已经在犯罪了 所以你看 如果夫妻关系 可以建立到 一个平衡点 就是彼此 可以完全降低自己 付出 为对方完全的牺牲 不求任何的回报 这个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个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来歇息 这个完全的爱 阿们 阿们 他把你更理解的 先往下告他 不要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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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妻 你不要妻 来我们来看 最后 最后啊 来 圣经们告诉我们 说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害羞的事的原文 是这样读的 SK 你跟他说 SK MODEU MODEU SK MODEU 意思说 SELF UNCOMMELY SELF UNSIMELY 不得体的行为 不适当的动作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原来夫妻之间啊 我们夫妻一起生活的时候 不要做害羞的事 这害羞的事 就是做一些不得体的动作 动作 得体的动作 这在讲什么呢 这在讲什么 原来这个害羞的事 不是你自己害羞 是对方 是你的配偶害羞的事情 注意 各位姐妹 今天的社会啊 是很开放的 对不对 大家都讲开放 大家的生命 都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把自己打开 不在保守人的 不在保守人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当做很多东西 都是平常事来的 在圣经里面 不可以的 什么平常事呢 男女 人家的老婆 和你一起喝咖啡 平常事来的 我们谈生意嘛 是吗 是吗 讲一些脏脏的效果 那是social social 对吗 是吗 动来动去这些 还免不了的 抱着人家老婆拍照 其实很爽的事情 平常 现在男女哪里 就叫这些 什么世界了 你还住在恐龙时代 为什么呢 各位姐妹 就是有人离开 恐龙时代的真理 今天问题才出来啊 离婚率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淫外的事情不断的增加 暴力事件 凶杀事件 一直不断的增加 儿童悲逆问题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国胎问题一直不断的增加 社会问题不断的增加 就是人离开了 这个恐龙时代的真理啊 是吗 同学妹 她们说你不要小看这个 SKMOL 得体的小小行为 在家围动来动去不了吗 我们彼此相爱抱着人家老婆 答案彼此相爱 在教会用前的一句相爱 我看过 在我们教会里面 养家人在教会多么好啊 人家老公被痛帮人家老公按摩 按按按按 人家都在 他老婆都在 他老公也在 按摩 按到出事情啊 我也看过 载人家老婆来教会 载人家老婆来教会 载人家老婆来教会吧 属灵吗 属灵 有意义吗 有在人家来教会 是封神啊 载到床上去啊 都有啊 通常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 大罪从哪里来 从小罪来的 看大卫王怎么跌倒 就是看不了吗 哇 今天没有打仗看起来 从上面看起来 哇 水啊 那时候开始了 看了 想了 心里面动了 做了 最后大罪来 杀人家老婆 大罪从小罪开始 不要轻看你 你小小的动作 那个会引你进入大罪 可能 如果你禁止那小小的动作 就是阻止你进入大罪 所以 我一定立清现现了 所有动作 我常常宣布 大家都知道 从我失奉那天开始 我已经做了准备 我结婚那天开始 我就做了准备 可以了阿爸 你啊 可以啊 如果六十岁我还可以的话 可以啊 你也认命了 如果六十岁我还可以 说 认命了 你不办法 可以 我已经 立定的心智 所以我的以前 没有 driver的时候 没有人在 青少女 我再听到 我的青少女知道了 女孩子 一个人也好 两个人坐后面 没有人坐 又坐边 如果是姐妹的话 她来 我直接告诉我 不扶导姐妹的 如果你真的要找我 office hour 在我的office 我的同工都在的时候 然后太多一个人来 来见我 如果不能的话 你见我的女同工 我的女同工都会解决 他们其实辅导比我更好 我跨清界限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那个小罪 当我感觉到心有点动 我逃了 我在外面的人 什么 我坐在那里吃东西 看到女孩子 坐在这里 他开始要接近我 觉得要来教会谈多 你最我close了 我跟他说 我辅导了 你叫其他个人 我去到美丹 有姐妹要载我去看她的母亲 她一个人 我拍拍我的特命的 我的美丹的那个长老 我说载我去你载我去 麻烦一点你载我去 或我不坐女儿的车 如果姐妹在巴士堡里面看到护士 他在我 她是 我会赞你 先说明 先说明 不会 除非你六十岁了 六十岁我就赞你能力 残限主啊 这就是小小的动作 那SK4年 我就是小小的动作 现在带来很大的改变 兄姐妹 我告诉你 不要在教会里面 不要动手动脚 不要动人家老婆 你试试看动人家老婆 护士的身份的钱站 我要你打个地上 我告诉你 很清楚了 OK 很清楚了 男 你有别 所以人家老婆 点到为止 人家老婆 点到为止 谢谢哈哈 很相爱吗 在教会里面 我们还是遵循为 恐龙时代的政治 那个 才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生命 所以兄姐妹 我盼望 我们教会成为众人的榜样 让人看到 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婚宴 成为见证 来到恩典堂 婚宴改变 阿们 感谢你 所以兄姐妹 很多东西可以避免的 我告诉你 家而万事性 好多时候我们想说 圣经里做圣经里面有办法 一点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有问题 可以太过接近 觉得有感觉的 情愿不做 情愿割掉 你难道不相信上帝 我祝福你 跟祂的话 如果你尊心要个旨意 为什么要把自己推入那个市场里面 讲到少年的私益的时候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以党呢 他叫我们逃避 Flee from sin 逃避 少年的私益 所以罪是跑的 不是去打的 罪不能打的 打不赢罪的 是跑的 你说离开吧 远远离 能够离一多元 不离一多元 免得你跌进去 你还不知道 那对方姐妹 在教会里面 在日常的交际生活里面 如果你是有太太的 你自知有自知之明 有很多东西 可以避免 让自己不跌在 那个 罪你的 漩涡里面 好让自己的生命 能上帝赐福 你的家会改变 你的生活可以改变 你的生活可以得到祝福 看最后一段经文 真言第十二章第十节 真言第十二章第十节 这里说 才德的夫人是丈夫的冠冕 台修的夫人如同朽浪 在他丈夫的古中 导法来讲 才德的丈夫 是夫人的观点 台修的丈夫如同朽浪 他妻子的古中 一样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个常常愿意 做这个 阿斯ケモネオ 的人 是好像他的家里面 一条百二十一条虫 慢慢越刺越打动 总有一天会整个烂掉 兄姐妹 今天 如果你是聪明人的话 先保守我们一下 因为上帝不是我们 兄姐妹 反而小小的罪引进我们生命的时候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你的咒诅 你如果跌倒 你的咒诅不是灵在你这一代 而是三至四代 三至四代 一代 就是说你这个中招 你的孩子都要中招 都要蒙咒诅 所以你愿你的家蒙咒诅 你自己选 如果你愿你的家蒙咒诅的话 你也许些话给你 来大家多一些看 第一来 太太绝对不会错 太太绝对不会错 如果发现太太有错 如果发现太太有错 一定是我看错 一定是我犯错 如果我没有看错 如果我没有看错 一定是我犯错 一定是我犯错 还害太太犯错 还害太太犯错 如果是她自己的错 如果是她自己的错 只要她不认错 只要她不认错 她是没有错 她是没有错 如果太太不认错 如果太太不认错 我还坚持她有错 我还坚持她有错 那就是我的错 那就是我的错 太太絕對不會有錯 這句話絕對不會錯 這句話絕對不會錯 總之自從見了婚 一切都是不錯 太太 也應該給丈夫一點回報了好不好 你再來 丈夫絕對不會錯 如果發現丈夫有錯 一定是我看錯 如果我沒有看錯 一定是我的錯 才害丈夫犯錯 如果是他自己的錯 只要他不認錯 他就沒有錯 如果太太 不會我丈夫不認錯 如果丈夫不認錯 我還堅持他有錯 我還堅持他有錯 那就是我的錯 那就是我的錯 丈夫絕對不會錯 這句話絕對不會錯 這句話絕對不會錯 我叫你盲目的來愛你的丈夫 那我告訴你 當兩個人這樣子盲目的愛對方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感動 每一個人 不是他多硬的都會感動 如果你做到這樣子 他還不感動的話 我告訴你也是 沒錯 為什麼 因為 無無無無無無 嫌就暗 各位姐妹 我們一起來建立 再加你完全的愛 讓主來祝福我們 阿敏 我們一起站在這裡 謝謝主 阿敏